我是梁艷剛 我是郭美玲 大家好 昨天新州州長貝利真寧安宣布 因為新冠疫情爆發實施的封鎖措施 由原定到今個星期五結束 結果延長封鎖多一個月 到下個月的28日 同時由昨晚開始 目前部分地方政府管轄區 禁止非必要工人離開所屬區域工作的規定 除了Cumberland、Canterbury Bankstown Blacktown、Liverpool及Fairfield之外 亦都會擴大到另外三個區域 包括Paramata、Georges River及Campelton 這些民眾除非從事必要服務 或者在當局指定的行業清單之內的工作 否則不可以離開上十八個地方政府區域 另外也是由今早凌晨凌時開始 大樹里地區的居民 如果要外出購買必需品 以及做運動的話 必須在自己所屬地方政府管轄區 或住所10公里的範圍之內 除非有關地區並沒有你所需要購買的物品 同時由8月16日開始 12年級學生將會恢復面對面的售貨 而為了確保在8個疫情熱點的地方政府管轄區 居住的12年級學生的安全 所以當局亦會特別撥出部分 新洲偏遠地區的輝瑞疫苗給這些學生優先接種 而州長說雖然封城也差不多會去到春季 但他說春天也代表著希望 他亦希望居時多了人打疫苗 便可以幫助疫情回復正常 其實由春季起任何年滿18歲以上的人 都可以去到全州450間的藥房 要求接種阿斯利康疫苗 由明天開始18至39歲的人士 亦都可以向新洲多個疫苗接種中心 去預約接種疫苗 但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其實政府一直都說阿斯利康疫苗 就比較適合60歲以上的人接種 60歲以下就應該接種輝瑞疫苗 但現在的情況似乎剛剛調轉 因為聽聞很多60歲以上的人士 現在都接種了輝瑞疫苗 政府現在亦都希望多一些年輕人 考慮去接種阿斯利康疫苗 究竟我們用的預約疫苗服務 是不是出了漏洞呢 令到現在的年輕人 被迫就要考慮接種阿斯利康疫苗 就著這個話題 我們都很高興請到西瑞尼大學的醫學教授 亦都是新州政府多元文化健康資訊服務署 和諮詢委員會的成員林奇恩醫學教授 和大家談談這方面的問題 亦都歡迎大家 待會教後時間打電話給我們 和林醫生也問一下他的問題 我們的電話是1300799323 我知道林醫生也是在電話旁邊 早安 早安 林醫生 我首先想問問你 其實現在很多 據我所知 一些60歲以上的人士 都打了輝瑞疫苗 其實現在很多年輕人士想打都不能打 那究竟是不是我們的預約方面出了漏洞呢 那個制度 其實首先不是說 很大部分60歲以上的人士 都打了輝瑞疫苗 我們知道的就是 7成5以上 60歲以上的人士 都接種了疫苗 有一部分 是在前一段時間 尤其是頭過半年 當我們有疫苗來到澳洲 但是接種率不高的時候 而他們去這個接種中心 就當時的檢測 相對來說比較鬆一點 因為政府想加強市民去接種的信心 所以就產生了在網上預約的時候 他們只要問一些很簡單的問題 甚至乎有沒有高血壓 有沒有糖尿病 他們都沒有怎麼問 就給任何人去自己選擇疫苗 那跟政府其實 他給家庭醫生 或者是所有全國醫生的那個標準 有少少不一樣 因為給全國醫生的標準 就是一定要符合某些的規律 你才可以接種輝瑞疫苗的 但是我們見到的就是 在接種中心 又或者是肯公立醫院 很多時候條件沒有那麼好 那就變成了很多人可以做這件事 這是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 新州政府衛生廳工作的公務員 他們的家屬 當時政府為了鼓勵 家屬都可以儘快接種疫苗 所以也都容許不管年齡 只要你有家人 是肯伸走衛生廳 就是公立醫院等等這些工作的話 都可以接種這個疫苗 而是全部去打這個輝瑞疫苗的 所以就產生了 就有一個錯覺 現在好像很多人都已經接種了輝瑞疫苗 其實實際上不是完全是 在過去這幾星期 尤其是我們大雪梨地區 有這個新冠疫情之後 政府醫院現在 和接種中心 就掌握了這個條件很多 我也知道很多人 就算電腦預約到可以接種疫苗 當他們去到接種中心的時候 都會被拒絕 就會告訴他們 你60歲以上 或者你是40歲以下 但是你沒有任何慢性病 你沒有符合其中三個條件之一 都會被拒絕接種輝瑞疫苗 我們見到目前 我們起碼可能要等到 9月至10月 我們才會見到更多輝瑞疫苗的供應 但是目前 如果有人是60歲以下 而他又希望可以接種疫苗 那麼你們業界 又會不會建議他們 接種這個阿斯利康疫苗 這個要看地區 和看他個人的病史 和家族史 你會見到 其實現在 政府是建議 18歲以上 任何人士 如果是願意接種阿斯利康疫苗的話 只要和家庭醫生相討之後 而醫生是認為合理的情況之下 可以做這件事情 不能一概而論 你也會見到 王家家庭醫生學院 或者我們叫王家全科醫學院 和澳洲醫學會 都會有不同的醫生組織 對於這個建議是有保留的 因為畢竟我們要權衡兩件事 第一就是疫情在社區的蔓延速度 第二就是40歲以下的人士 他可能患有血栓的機率 我們也知道有年輕人 他是有一個知情同意之下 我們叫Inform consent之下 他是願意接受這件事的 還有我們也考慮過機率的問題 因為我們要知道 血栓的機率就是 每一百萬人裏面 大概有10至20個 如果你接種著 那些病毒的病毒 但是同一時間 如果你患有新冠的話 你會因為新冠而患有這個血栓 每一百萬人裏面 是有一千個人會有血栓 因為患有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 同一時間 女性 如果你一百萬人裏面 吃這個避孕藥 有二百個其實會有血栓 所以這個就是 知情同意的情況 就是我們怎樣去平衡 那個效益和那個危險 再加上他有沒有家族病史 他自己本身有沒有其他的疾病 那醫生權衡之後 跟病人有一個溝通去決定 其實除了我們有很多問題之外 我們的聽眾朋友也有很多問題 我想等著問一問林奇欣教授 不如我們先聽聽聽聽眾的電話 首先第一位就是墨爾本的黃先生 你好 喂 黃先生請問 看見到你 我是死的 我打了第一次阿斯利康 我打了之後大約十二三日左右 就生蛇 我想問一下 是不是有沒有關係 還有生蛇的感覺 我現在還有一些神經上 癢癢 還有身體上 好像有心和肚子 壓著 那樣的 它未必絕對沒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畢竟打了疫苗之後 我們激發那個免疫系統功能 去認得病毒的蛋白 好 在這個過程裏面 有些人會反應過激 免疫系統反應過激 又或者有些人的免疫系統 會因此 產生了一種反應 所以可能因此也誘發到 有這個 我們叫做 俗語 生蛇的這種病毒性感染 一般來說 這就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 如果一旦出現的時候 醫生可以在七十二小時之內 開抗病毒的藥 但是唯一不好的地方 就是 它有些時候痕癢 或者局部會有灼痛 或者是不舒服的話 可以維持好幾個月 但是我們有藥可以吃 令到那個症狀減輕 甚至乎令到病人幾乎 是根本不覺得有任何事 大部分這些藥 可能會是按照病人的實際體質 和表現 可以吃四至六個星期 有些時候甚至乎三個月 這個你可以跟你家庭醫生說 他們可以開這些藥給你 這些藥有分兩種的 同一個家族的藥有兩種 一種是有政府國民保權津貼 另外一種是沒有 那視乎你實際的情況 和醫生認為哪一種藥比較適合你 但是可以幫你令到 那個神經的不舒服 或者是表皮上面的不舒服 是減無了的 是 好 也多謝黃先生 因為我們聽眾朋友眾多 今天我們希望大家 盡量問一些 跟阿斯利康 或者疫苗有關的問題 亦都是每人 我們希望大家 只問一條問題 接下一位 也是墨爾本的朋友 就是墨太 你好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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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想問一下林教授 一個80歲的老人 他做過這個心臟疊橋手術 現在正在吃阿斯利康 這種情況 可不可以打疫苗呢 還有 第一可以打疫苗 第二就是 如果你想問要打輝瑞 對阿斯利康疫苗 我可以首先跟你說 就是 心臟病的病人 並不是說 不能打阿斯利康疫苗 政府嚴格規定的情況之下 政府現在要求 只有四種免疫科 或者血液疾病的病人 可以正式被批准 接受輝瑞疫苗 其他六十歲以上 都要打阿斯利康疫苗 你說 那有沒有第二個考慮的空間呢 第二個考慮的空間 就是你要去 跟你家庭醫生商量 就是說 他有沒有曾經有過 血栓的病史 或者做完手術之後 有沒有出現過 其他的一些病發症 而是醫生認為 輝瑞疫苗會比較合適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醫生需要填寫一張 要是他出了一封信 而那封信一定要寫清楚 現在我們發現 在社區上面有些問題 就是很多的家庭醫生 或者有些醫生 他不知道怎樣幫你寫那封信 他就寫到無零兩可 就說你可以 我建議你打輝瑞 但是你都可以打阿斯利康 如果這樣寫的話 你去到接種中心就沒有用了 一定要跟醫生說清楚 就是說如果你覺得 我應該要打輝瑞疫苗 麻煩你那封信就寫清楚 如果醫生不知道怎麼寫的時候 在新南威爾士州 我們New Civil Health的網站上面 有一個表格 就是說由醫生去出證明 就是說病人必須要接受輝瑞疫苗 醫生只要填那張表 你拿著那張表去接種中心 去公立醫院 或者去有供應輝瑞疫苗的診所 他們都會幫你接種輝瑞疫苗 主持主持表明 有請 我想問問 如果我第一劑 打了阿斯利康 第二劑我可以選擇打輝瑞 不行 除非你第一劑疫苗 產生嚴重過敏 而這件過敏 是和政府有記錄的一個過敏 就是說 在政府 這個公共衛生小組 登記了你有嚴重過敏的情況之下 而政府的衛生官或者免疫科的專科醫生 他出具證明你不能接受第二劑阿斯利康疫苗 否則任何人打完第一劑阿斯利康疫苗 必須接種注射第二劑阿斯利康疫苗 不能中間跳過去 好 多謝葉先生 多謝葉先生 這個答案很清晰 不如我們接多一位聽眾朋友 就是雪莉的Fiona 你好 早晨 節目主持人林教授 早晨 你們好 我有一個問題想請問林教授 因為我女兒今年是year talk 她即將就要考那個child test 和那個hc 我想她在上學之前想打到針 我想請問我怎樣登記呢 這個非常好的問題 自從昨天州長講完這件事之後 全雪莉的診數都被打爆這個電話 但是首先 柳省衛生廳是沒有一個現在的指引 給全省的醫生 究竟我們怎樣去幫12至15歲 或者year 12的學生打針 第二 教育廳也沒有說到 這個針究竟要怎樣安排 所以我現在給大家的意見 就是要等到接下來幾天 等下我們的衛生廳和教育廳 怎樣安排 究竟她是在學校 派個護士去幫學生接種 還是去家庭醫生診所 還是去接種中心 現在是不知道的 現在只有州長出來講了 但是正式的政策怎樣安排是不清楚 不過最大機會是那些針不應該分發去家庭醫生診所 最大機會是分發去公立醫院或者接種中心 所以比較大機會是應該要去接種中心打 還有也有估計 所以可能她會安排護士去到學校幫學生打 也不奇怪 要等多幾天時間 我們才會知道究竟發生甚麼事 希望Biona繼續留意最新的消息 我相信政府會很快跟大家更新這方面的資訊 林醫生 現在很多時候都說 接種阿斯利康之後 可能出現血栓的情況 究竟出現血栓情況的時候 我們有甚麼徵兆要留意 幾件事 第一就是我們要知道其實不是經常出現的 她剛才說過100萬人裏面有10至20個 這個比率其實不算很高很高 尤其60歲以上的 基本上那個比率是比這個數字更低的 但是如果出現真的血栓 就會出現有一種不明原因劇烈的頭痛 你就算吃一粒普通的止痛藥 它都沒有辦法止痛的 是很難受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呼吸可能出現困難 心跳會加速 心口會痛 還有可能會腳腫 或者是我們覺得肚 尤其是正中央的位置 一直都得好 還有很不舒服會越來越痛 這些的症狀 就是說例如簡單來說 就是頭痛 心口痛 呼吸困難 腳腫 如果出現這些情況 就會馬上去急症室 現在全澳洲的急症室 都有一個診斷療程 任何病人不管是接種任何的疫苗 如果有任何的副作用 懷疑副作用 只要進去急症室跟她說 我多少天內接種疫苗 她們會立即按照流程 幫你去排查 看看究竟是血栓 或是心肌炎 心包炎等等一系列的事情 不如我們繼續接聽聽聽眾朋友的電話 下一位就是雪莉的李女士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五月中接種了第一劑阿斯利康 第四天開始 一起床就很暈 我很擔心去醫院 和我驗血 ECG 和按一下我的腳 醫生就說我不是Vertical 就說我沒事 我暈了十天左右 就沒有暈了 整個月沒有暈 我平日很喜歡吃些很紅糧的菜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這次打一針 就刺激到她出來 我又暈了 十天前 又暈了六天 現在又沒事 我現在很擔心 又不敢去打第二劑 阿斯利康 這個不需要擔心的 第一 阿斯利康疫苗 不管我們這樣說 不要經常講到阿斯利康疫苗 不是說你 不過我們不要在社區上 經常講到阿斯利康疫苗 很大件事 很害怕 不是的 我也忍了很久才打來問 不是的 我很擔心 因為 阿斯利康疫苗也好 輝瑞疫苗也好 其實兩種的新冠疫苗 都會造成病人可能會有一種感染到 好像雙風感冒的症狀 有些人就會頭暈 會不舒服 會產生這種情況 大概七至十天 因為兩者之間 其實都會令到我們的免疫系統功能 是會加速工作的 目的都是這樣 如果不是的話 免疫系統都不知道 原來有這樣的病毒 或者有這樣的蛋 把握了我們身體 所以 阿斯利康疫苗有一個特點 就是第二劑的副作用 或者是不好的一種反應 比第一劑是要輕的 但是輝瑞疫苗是反過來的 第一劑反而是可能沒什麼事 第二劑才會出現一些反應 所以如果你打完第一劑 你再去打第二劑阿斯利康疫苗 通常的反應是會比第二劑少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 那關不關我經常吃 很寒涼的菜市呢 譬如黃牙白 白菜 不關事的 因為其實是因為那個疫苗 在你身體裏面 產生了一個免疫系統功能的反應 其實都不是一件不好的事 你要這樣想 就是說你的身體很記得 這個病毒的蛋白 變成將來如果真的接觸到 新冠病毒的時候 你身體其實起到一個很好的保護作用 應該不會暈倒 再打第二劑 我也不可以這樣說 但是應該不會 希望也能幫到你女士 好 麻煩你 下一位就是墨爾本的黃太 你好 你好 林教授和主持人 早安 我有一個問題我想請問一下 我血小板很高 我又打阿斯利康 我擔心 所以我想打輝瑞 有什麼方法呢 血小板過高症 並不是不能打輝瑞疫苗 它是血小板低下症的人士 不夠血小板的人 才可以被豁免打輝瑞疫苗 如果你說你真的擔心 還有你家庭醫生 討論過之後 覺得你很容易會產生生失的問題 就像我剛才說 唯一的做法就是 你家庭醫生出證明 說他認為你必須要接種注射輝瑞疫苗 你拿去你其他附近的注射中心 或者是診所 他們都會接受的 但是一定要家庭醫生出紙 證明這件事情 並且他要寫清楚 是什麼情況 就是你有什麼疾病 而他建議你一定要接種 就是輝瑞疫苗 不好意思 林醫生 你剛才是講阿斯利康疫苗 第一段的時候應該是 還是輝瑞呢 阿斯利康疫苗 就是說阿斯利康疫苗 血小板過高 不是不能打的 是可以打的 只有血小板過低 才是不能打阿斯利康疫苗 是 都希望剛才那位女士注意 下一位就是 雪梨的余先生 你好 余先生 余先生 請問一條問題 我想問一下 豬6PD打疫苗有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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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隻都可以打 可以 好 那先謝謝你 下一位也是雪梨的朋友 就是John 你好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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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亂到我 沒錯 John請問 多謝先 沒有 我想問 因為我現在7歲 還有我最近過去3年 我做了兩次的 怎麼說 芝架的手術 還有我又有糖尿病 還有血壓高 我擔心可不可以接種疫苗呢 有些朋友就說你穿好就不好 有些醫務的朋友就說不同意我這樣 我想問一下文教授的意見 應該要接種疫苗的 凡是有心臟病史 有嚴重疾病的人士 一定應該要去接種疫苗的 你要試想像一下 如果因此而感染新冠的時候 死亡率是更高的 我想在這裡再澄清一點 就是不管接種哪一隻疫苗 阿斯利康還是輝瑞也好 你只要接種了兩劑 你入醫院的機率 以及因為感染新冠而死亡的機率 是會減少九成以上的 所以不管是有沒有支架 搭過橋 做過手術 我們都建議去接種疫苗 好 那也多謝阿John 再接各位聽眾朋友 就是雪梨的張先生 你好 你好 林教授好 請問張先生 我是打了 兩個星期前 我經常打了第一針阿斯利康 但我打後 完全沒有反應 任何事情都沒有 好像我幫平時 每年打普遍 是否又不可以 那是否是 我的身體 是對 這藍連對我的身體 毫無作用呢 不是 不停地說 不是的 你沒有副作用 是更加好的一件事情 你感覺到OK 是好事 這是沒問題的 我打第二針 是否也是一樣 的 是打部份 是的 第二針的反應會比第一針更輕微 沒事就好了,多謝蔣先生的電話 可以再接一位聽眾朋友的電話 就是墨爾本的Kathy,你好 早晨各位,我想請問 我已經打了阿斯利康第一針 一般是12週後打第二針 因為我12週剛好那個時間,我沒有時間 我想請問,如果我提早一週 或者延遲一週,其實會不會有影響得大的呢 不會有影響大,不過我會建議你向前拉少許 如果你是在雪梨地區居住的話 我建議你提早少許打,在大約8個星期的時候打 OK 政府說6個星期,但我們知道6個星期和8個星期 如果你再等兩個星期,有效率會增加10% 所以我建議你8個星期去打 好,希望解決到Kathy的問題 我們亦不好意思,有些聽眾朋友 打了電話上來,我們未必接到他的電話 希望我們有機會再請林教授上來 跟我們討論有關於疫苗的情況 我相信大家都很關注 在這裡,梁艷江和康美玲 要先跟大家說,再見 再見 再見